福尔摩斯探案集是世界著名侦探小说,问世以来引起了众多读者的喜爱。 引人入上的故事情节,侦探们高超的破案推理都让人叹为观止。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黑容江海伦县城发生了一件奇案, 一位犯罪分子模仿福尔摩斯侦探集的情节进行犯罪, 最终在公安干警的缜密侦查下破获了这一起高智商犯罪。 1983年12月9日,纷纷扬扬的大雪正在下涨,气温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 下午五点,在黑龙江省海伦县城铁路街九十足,居民郭桂荣正在做饭。 郭桂荣今年31岁,是一名家庭妇女,两年前跟随爱人从农村搬到城里来居住。 郭桂荣把饭材摆好,全家人正要吃饭,突然从后墙传来了砰砰砰的敲墙声。 郭桂荣的弟弟疑惑地问,谁在敲墙? 郭桂荣放下碗筷道,我出去看看。 说着,他就出去了。 郭桂荣的家人就先吃饭,但一直等到吃完饭,也不见郭桂荣回来。 郭家人到晚上九点多,还是没见到郭桂荣的影子,只好到设起商店,给他的丈夫王小忠报信。 当时的王小忠正在值夜班,听了邻居的诉说,立刻从炕上爬起来,穿上棉衣,套上了刚刚洗过还没有干的腕衣,走出了店门,连夜去寻找郭桂荣。 然而,一直找到凌晨两点钟,还是没有郭桂荣的下落。 见到情况不妙,王小忠赶紧到东安派出所去报案,他描述了郭桂荣晚上失踪的经过后说,我老婆作风不太好,她这次出去,到现在还没回来,是凶多喜少啊。 公安人员表示将全力进行查找。 王小忠回到家里,心乱如马。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他再次跟邻居出来寻找。 当二人来到城内村第一居民小组后边,刚走到那座暖菜轿的墩前,二人几乎同时发现前边躺着一个人。 王小忠走过去一看,正是自己的妻子。 一夜没有合眼的王小忠早已经荆蹄立尽,看到这个情况立刻遭受了强烈的精神刺激,四肢瘫痪,行路困难。 邻居好不容易才把他扶到家。 在休息了片刻后,王小忠再次来到了东安派出所报案。 一路上,他神志恍惚,步履蹒跚,忽然一头栽减了路边小河沟里,不省人事。 七弟只好把他背到派出所。 王小忠用断断续续的声音报廊案,恳求派出所说。 王,我和爱人撬人家被害了,提北地给我报仇。 海伦县城已经很多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案件了。 接到报案后,东安派出所立刻报告了县公安局侦察员很快来到现场。 现场是一片很大的菜地,位于海伦县城东北方向。 这里有一南一北两座蔬菜暖胶,在北面那座暖胶内侧握着一具女尸,头向北,脚朝南。 她的身上穿着一件轻衣棉袄,外边套着一件黑里透红的底雀凉衬衫。 经过法医鉴定,死者的颈部有掐痕,凶手是用柔软的物品垫着掐的。 从身体的表面来看,死去时间大约有十多个小时。 技术科的干警在距离暖菜窖的西侧七米处的雪中,找到了一块双灵派手表,表还在走动。 从现场的勘察分析,这是在搏斗时表链被撕断,扔在一边的。 经过假属辨认,这是死者的手表。 由于夜里下起了大雪,所有的痕迹都已经被雪掩埋, 只有在暖菜较东北角处,通往死者居住的地方,有一行隐隐绰绰的双人脚印。 斩查员们蹲在脚印周围,小心翼翼地往外夹着雪栗,辨认着脚印。 海伦县公安局决定分三路进行工作, 一路到死者居住的地方,了解郭桂荣出走前的一切情况。 一路到死者的爱人王小忠的工作单位,了解郭桂荣的死是否与王小忠有关系。 第三路的同志继续进行勘察。 参加侦破的同志们分析着案情,大家一致认为,敲墙声是这起凶杀案的突破关键。 郭桂荣是个家庭主妇,来到海伦县城才两年时间,除了他的家人之外,社会关系不会太复杂。 那么这个敲墙的人是谁呢? 只要把敲墙的人找到了,这起凶杀案一定能够真相打败。 侦察员们分析认为,用敲墙做案号,一般值得怀疑的只有这两种情况。 第一,是郭桂荣相好的。 第二,与郭桂荣早有约定,用敲墙作为案号,引出郭桂荣后因为某种原因而作案。 第二个,是死者的爱人王小忠。 他在单位值班,这一天又没有回家吃饭,他很有可能借此机会把郭桂荣引到外边,构成一气杀人。 占查的意见统一了,海伦县公安局对行动做出了部署。 一是通过郭桂荣的家人和邻居,把与郭桂荣有来往的所有可疑人员都调查清楚。 二,是调查郭桂荣被害时王小忠的活动时间以及案发后的表现。 侦查员们先后调查了十几个与郭桂荣有关的重点嫌疑人。 然而,经过走家串户的了解后,都没有作案时间。 与此同时,对王小忠会不会遗期杀害妻子的侦查工作也在快速地展开着。 据王小忠承认,九日早上,一位外地客人给他单位打电话,约他到第三旅馆的102房间找他吃饭。 他是下午5点20分去的,返回单位是6点10分,前后共用50分钟。 这是一个重要的情况。 侦查员来到了第三旅馆,找到当时值班的服务员核对。 确实有一个人来过102房间,但由于当时忙碌,服务员并没有在意询问者的相貌。 那王小忠是不是在说谎呢? 侦查员实际测试了从商店到第三旅馆的往返时间,确实用了50来分钟,与王小忠所说的一致。 从这个时间来分析,王小忠没有作案时间,而从现场的足迹上也找不到王小忠作案的根据。 通过这一个个信息来看,王小忠并不是凶手。 这就奇怪了,侦查员的工作很到位,与郭桂荣有关的人员都调查到啊。 王小忠说郭桂荣作风不好,但调查发现并没有王小忠说的那么夸张,不存在与王小忠相好的那个人。 可王小忠又没有作案时间,敲强声郭家人都听见了,尤其是郭桂荣的弟弟,那怎么会找不到那个敲强人呢? 侦查员们百思不得其解。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海伦县公安局决定再次对调查进行复合,希望找到漏洞。 但复合结果显示,调查取证的过程没有漏洞,问题还是出在那个敲强人身上,必须要确定敲强人到底是谁。 夜很深了,侦查人员还在工作,通过这些天侦查的情况来进行分析,刑侦大队的李队长认为,还是应该把侦查对象放在王小忠的身上。 李队长提出了三个疑点。 第一,王小忠自称,九日上班前给他打电话,约他出去吃饭的那个人是天津来采购的张某。 那既然是早上就打来电话,又是外地的朋友,王小忠为什么一整天都不去看望,而是等着晚上吃饭呢? 第二,下午刚上班,王小忠就要回家喝茶,这是为什么?难道在单位就不能喝茶吗? 而且根据以前的习惯,王小忠从来没有中途回家喝茶的习惯,他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生活习惯了? 第三,王小忠的衣服从来都是郭桂荣给他洗,可九日晚上,王小忠为什么自己吸气衣服来了,而且还没等干就穿在了身上? 如果这些疑点不能找到合理的解释,就不能把王小忠的嫌疑彻底排除。 这时,一名侦察员忽然说道, 王小忠在前来报案时,曾将在路上晕倒了,通过他的行为来看,王小忠对爱人应该很忠诚,甚至已经到了悲痛欲绝的程度。 他应该不会有作案的基础啊,况且,经过亲身验证,他也没有作案时间呀。 李队长说,王小忠的证词虽然经过厌重,但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有必要调查更多目击者进行核实。 李队长决定,继续暗中搜查王小忠的线索,找到这三个疑点的合理解释,并且对王小忠的证词进行复合。 经过侦察员们的努力,侦察工作终于有了突破口。 首先在死者的上衣口袋里,发现了两张同一个女人的照片,还有一封白提信。 信上是这样写的。 昔日的兄长,您好,我有个要求,就是,请你以后不要说话讽刺我,哪怕装作不认识都可以。 你知道,每当我听到你说那些次话时,我的心中是多么的难过吗? 你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理解曾是你知心朋友的心呢? 回收往事,我是天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想到男女之间有别,我从来没有想到同事们的议论。 更重要的是,没有经过嫂嗦的同意,就充当了你的妹妹。 这能说不是天真可笑吗?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嫂嗦是否愿意有我这样一个小妹妹呢? 况且,可以说你生活的道路刚刚开始,前途是可观的,我怎么能让留言束缚自己心中最高尚的人呢? 朋友变天下,知己能有己,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别了,知心朋友的真诚,别了,我的好哥哥。 落款是,从前的小妹。 很显然,这是一封情书。 侦察员们查证,昔日的兄长就是王小忠,从前的小妹是这个商店一个年轻的女营业员。 王小忠是个有妇之夫,他为什么要与别的女子来往呢? 经过调查发现,王小忠并非之欲这一个女子往来,而是还有好几个。 他倒在另一个商店工作时,就经常与女营业员拉拉扯扯。 在来到这个商店后,又跟一个岁数较大的女营业员拉拉扯扯。 王小忠把家搬到了铁路街九十足以后,曾经以给别人介绍对象的名义,跟一个姑娘套近乎。 国贵戎口袋里的那两张照片就是这个姑娘。 有很长一段时间,王小忠与这个女子进行书信往来,情意绵绵。 由此看来,王小忠表现出对妻子的伤痛很有可能是假的。 有一个年轻的姑娘依恋着她,这正好说明王小忠有喜新厌旧的想法。 侦察员再次对王小忠九日晚上的活动时间进行了查证,相继找到了旅馆的庚夫、服务员、柴妖机场饭店的营业员等与事件有关的人员,进行了多方调查。 经过反复的核实,终于查清了,王小忠再说谎。 王小忠是4点50分左右走的,6点10分左右回到的商店,前前后后一共用了80多分钟。 而王小忠被警察提供的证词只有50分钟。 那这少报的30分钟,她到底去哪儿了呢? 这很有可能就是她的作案时间。 事实证明,李队长的考虑是对的,这也说明犯罪分子十分狡猾。 从作案现场的手记、足迹来看,犯罪分子有一定程度的侦察和反侦察意识。 那么,王小忠具备这方面的知识吗? 侦察员在调查中果然发现了这方面的端倪。 王小忠最喜欢看侦破内容的电影和书刊,他给敌人讲起破案的故事神乎奇迹。 他的同事们反映,王小忠经常看一本很厚的书,经过查找,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发现了一本福尔摩斯侦探记。 书中有很多折页都是描写犯罪分子如何作案的章解。 侦察员们又顺藤摸瓜,进一步调查现场的足迹。 商店人员向侦破人员反应,说王小忠有一双黑色、绒面、塑料底的单鞋经常放在单位。 每当出库干活时,他都把这双鞋换上,直到冬天冷了才没有穿。 侦察员找到商店放鞋的地方,摸开了柜子,果然发现在一层厚厚的灰尘中间赫然留着一双清清楚楚的鞋印,与现场发现的鞋印相同。 在王小忠的一本笔记里,侦察员还发现了,尽管道路泥泞又艰险,横下一条心冲向幸福路的句子。 毫无疑问,王小忠有着重大作案嫌疑。 1983年12月23日晚上,王小忠被领建了县公安局的审讯室。 他是中等身材,面提白净,长着一双大眼镜。 他虽然读书不多,但为人机灵,尤其喜欢文学,说起话来,预言显得精烈、严密。 在预审室里,王小忠的回答沉着、冷静。 但是,当预审员要他讲实话时,王小忠却沉默不语。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李队长说,王小忠,你不要报侥幸心理,你坐在这个地方就表明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犯罪的证据。 王小忠忠然抬起头,你们肯定是弄错了,我跟气的感情很好,怎么可能做这种事了?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我没什么可说的,希望你们能找到真正的凶手,为我妻子报仇。 说完,他又沉默了。 李队长站起身,走到王小忠的身边,围着王小忠转了几圈,忽然一把将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难道,你也想当一个福尔摩斯式的人物吗? 这句话,不由得让王小忠打了个寒颤。 他心中有鬼,尽管表面上装得很冷静,但是当真正的证据出现时,他的心理防线立刻就崩溃了。 那本厚厚的福尔摩斯侦探记,就摆在他的面前。 王小忠忽然一下子就瘫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公安人员面前说道, 或承认,是我杀害了我妻子。 原来,王小忠喜性厌旧,从九月份就已经产生了杀害郭桂荣的念头, 进入十二月份,他终于下定决心。 十二月八日那天晚上,他一晚都没睡觉,想好了方案。 九日早上上班前,他在别的单位给自己工作的商店打电话, 冒充外来客人约王小忠晚上五点去第三旅馆102房间, 这就是他部下的迷魂阵。 王小忠的想法是,在家中作案容易暴露, 那怎样才能将郭桂荣引到外边呢? 他又做了进一步的安排。 下午一点多钟,他以回家喝水给郭桂荣送钱满鱼为名, 回到家中,偷偷对郭桂荣说, 今天晚上五点,我回来敲后墙,听到声音你就出来。 咱俩到城内村一组后边偷点木头, 留着明年盖房子用。 同样爱财的郭桂荣就这样同意了。 王小忠从家里回单位,路过第四百货商店, 还顺便买了一副白线手套,揣在怀里, 为房纸留下指纹做准备。 下午四点,设计商店的职工下班后都走了, 王小忠从柜子下边拿出了夏天常穿的那双黑色的绒面鞋, 他趁着房内无人,就把钟表上的指针从四点五十分拨到了五点二十分。 他走到外边和耕夫齐某说了一句, 五点多了,我得去第三旅馆看看谁找我吃饭。 说完,他就走了。 但是他并没有朝第三旅馆走去, 而是急匆匆地回了家。 他来到货屋敲了几下墙,郭桂荣就出来了。 王小忠把自己的棉帽子戴在了眉尾头巾的郭桂荣头上, 而自己则光着脑袋, 两个人一前一后朝城内村后面的暖菜轿走去。 到了暖菜轿以后, 王小忠蹲下换上了单鞋, 郭桂荣还奇怪地问他换鞋干什么。 王小忠说, 那偷木头,留些脚印,人家不就找到咱们了吗? 郭桂荣居然信以为真了, 王小忠忽然拉着郭桂荣坐下, 并凑到他的身边说, 哈,天儿怎么这么冷啊? 说着, 他就把戴着新手套的双手伸进了郭桂荣的脖子里, 而此时, 郭桂荣也意识到了什么, 便开始挣扎。 王小忠把郭桂荣掐着脖子按倒, 双手用力。 渐渐地, 郭桂荣挣扎了一阵, 便不动了。 王小忠确认他已经没有了气息, 便把他吊了一个个儿, 又把手表拽下来, 扔进雪地里, 造成了一个假搏斗的现场。 随后, 他跑出现场换上棉鞋, 拿着手套和单鞋顺着医院西大街往南奔走。 趁着没人, 他把手套和单鞋扔在了一个很隐蔽的水沟里, 这才急急忙忙地来到了第三旅馆, 对着窗口问道, 哎, 同志, 你们这里有102房间吗? 女服务员当时正在算账, 连头都没抬就跟他说, 我们这里没有102房间。 王小忠明明知道第三旅馆没人找他, 为什么还要跑到这里来呢? 原来, 他是为了和庚夫说的去第三旅馆相吻合, 为了案发后证明他的活动, 暗中找好正言人。 王小忠从第三旅馆出来后, 就跑进了烧饼铺想吃晚饭, 可他立刻想报, 这个饭点没有熟人, 一旦案发后查他这天晚上的活动时间, 就没人给他证明了。 于是, 他又赶到了柴油机场饭店, 因为这个饭店他经常逗去, 很多服务员认识他。 案发后, 能为他在这里吃饭来做证明。 他进了饭店, 马上又跑回单位, 告诉了庚夫之后, 这才回到饭店吃饭。 回到单位后, 王小忠想稳定一下情绪, 他让棋楼摆下棋盘, 下了一盘棋。 他担心衣服上会留下痕迹, 便破天荒地洗起衣服来, 又趁其挪不注意, 把钟表上的指针往回拨了三十分钟。 通过这两次播中, 就把他作案的三十分钟时间 给彻底隐藏了。 当家人来告诉他郭鬼勇失踪后, 他连夜出去寻找, 发现郭鬼勇尸体后又去报案, 还有在路上晕倒。 所有的这些, 都是王小忠为掩盖自己的罪行 所做出的假象。 根据王小忠的供述, 侦察人员马上找回 他作案后扔掉的手套等证物, 至此, 案件真相大白。 作案分子手段狡猾, 行踪诡据, 作案的过程堪称高智商, 让侦察员感到惊讶, 可以说是海伦城的一件奇案。 王小忠模仿福尔摩斯侦探记里的 犯罪情节进行作案, 他的聪明完全用错了地方, 真可谓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不但害了自己的妻子, 也害了自己。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公安弹警经过缜密的侦察, 仅用14天就侦破此案。 这再一次说明, 天网灰灰, 疏而搏漏, 犯罪分子再狡猾, 也逃不过好猎手的眼睛。 第二个案件, 夺命排营。 2019年10月30日上午, 一名男子慌慌张张地来到了湖北宜昌市宜林区公安局, 这个人名字叫做杨家祥。 据他报案称, 他的妻子在10月24日离家后便再也没有回来。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他找遍了妻子可能会去的任何地方, 却一直没有发现任何的踪迹。 杨家祥的妻子名叫林玲, 夫妻两人本来还计划去神农家旅游的, 可是林玲在失踪当天接到一个电话后, 却临时取消了旅游计划, 声称自己要外出找工作。 林玲说完便转身出了门, 杨家祥也并没有对妻子的离去在意。 没想到等到25日的晚上, 他下班回家时, 依然没有看到林玲的身影, 手机也是无法接通, 他这才渐渐感觉似乎出了大事。 那么林玲究竟去了哪里呢? 案情又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林玲1974年出生, 和杨家祥一样都有过一次不幸的婚姻。 她与杨家祥在2017年时重组家庭, 可为什么会突然取消旅游计划, 转而要外出找工作? 这个疑点似乎成为了找到她的关键。 警方调去了林玲的通话记录, 发现10月24日上午9点时, 她与一名姓方的男子进行了最后一次通话。 此人声称, 林玲打电话给自己的原因是邀约打牌, 但是因为当天她的工作很忙, 所以定没有接受对方的邀约。 林玲在24日离家时, 开走了家中那辆黑色的越野车。 警方通过监控还原了这辆车的行驶轨迹。 这辆车在当天从宜陵区小溪塔, 一路行驶到了西陵区五家港, 中午12点多驶进了华翔商业中心。 24日晚上11点左右, 林玲再次驾车从商业中心里出来向家的方向行驶, 可是却在第二天凌晨时突然失去了踪影。 道路监控没有能再次捕捉到这辆车的踪影, 林玲到底去了哪里呢? 林玲很喜欢打牌, 平时经常住在牌友家中。 杨家祥以为, 妻子这次外出未归也是因为打牌忘记了时间, 所以直到五天之后才意识到大势不好。 从林玲打给方某的电话来看, 林玲取消旅游计划声称要出去找工作只是一个借口。 她的牌影如此之大, 甚至不惜更改原本就订好的计划也要坐上牌桌。 警方对林玲的社会关系进行了走访, 得知这对夫妻之间的感情很好, 林家祥甚至将新房和新车 都登记在了林玲的名下。 林玲在与方某通话之后, 便再也没有打过电话了, 警方便转而调取了她的微信聊天记录, 看看能不能从中找出林玲失踪的线索。 就在大家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 林玲的女儿突然向公安拒报案, 声称自己发现了新的情况。 林玲的女儿是与前夫所生, 现在西安就读大学。 她告诉警方自己登录了母亲的微信账号, 结果发现, 这个微信在10月28日之后 曾经有过多次向外人大额转账的记录。 转账记录显示, 这些钱以念对面扫码的形式, 分别转给了两个人。 更进一步调查后, 大家发现, 林玲名下的其中三张银行卡 在其失踪之后依然有交易产生, 涉及到的金额达到了十多万元。 警方查询到, 其中一张银行卡 曾经有过在自动提款机上提现的记录, 大家立即调取了银行的相关监控视频。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出现在监控之中的 却是一个让人感到意外的身影。 学款的不是别人, 正是林玲的丈夫杨家祥。 杨家祥声称, 家中的银行卡都放在一起, 是夫妻俩共同保管的, 因为罪件急需要用现金, 所以才用了妻子卡中的钱。 他的解释似乎合情合理, 但是当警方找到了林玲 微信之父的其中一个交易对象之后, 却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此人姓胡, 是一名装修工人, 据他称, 自己通过微信收到的这一万元钱 是给杨家做装修的账款。 他还清楚地记得 转账给他的并不是林玲, 而是林玲的丈夫。 在之前的调查中, 杨家祥曾称自己没有林玲的手机, 也不知道妻子的微信登录密码, 可是他却用妻子的微信面对面地给别人扫码付款, 此人似乎并没有说真话。 杨家祥究竟在隐瞒着神吗? 他与林玲的失踪到底存在着怎么样的关系呢? 此时, 民警在走访的过程中, 在杨家祥家的对面发现了一个民用监控。 调取监控视频后, 大家发现, 林玲在10月25日凌晨回到了家中, 但是之后却并没有拍到他再次出门的身影。 既然他回家后再也没有出来过, 那么好端端的, 为什么会停空消失了呢? 林玲虽然再也没出门, 但是楼道里却有好几个人进出。 25日凌晨4点左右, 监控拍到一名男子肩上扛着沉重的物体走出楼来, 在三分钟之后便又返回了。 4点41分, 监控中出现第二个人, 此人进入楼道没多久, 二楼的灯光亮起, 大家判断此人为二楼的住户。 4点57分, 又有一名手提袋子的男子下楼, 一分钟后返回。 第四个人是早晨5点28分出现的, 他走下楼后静止离开。 警方经过仔细地比对, 一致认为, 除了二楼那名住户之外, 其他三次出现在监控中的男子均为同一个人。 他们还注意到, 此人在5点28分下楼后不久, 监控画面中便亮起了一道灯光, 转瞬即逝。 大家推测, 这道灯光应该为车等, 此人很可能是驾车离开了。 警方立刻调取了这段时间内的道路监控, 结果却发现了林家祥驾驶黑色越野车的身影。 大家的心头此时都产生了不祥的预感, 深夜出现在监控中的可疑男子, 就是林家祥。 林家祥很可能已经遭遇了不测, 可办案并不能光靠推理, 一切都需要证据来支撑。 警方立刻决定将办案的重点转移到林家祥的身上, 力求尽快找到更多线索查清案情的真相。 警方找到了林家祥与前妻所生的女儿, 从她的口中大家得知了一个之前没有掌握的情况。 林家祥似乎将全部的身心都放在了林玲身上, 可是林玲却根本没有尽到过任何作为妻子的义务, 表面平静的家庭竟是矛盾重重。 林家祥又被叫到了公安局, 可是这次警方找她已经不再是为了了解情况。 面对警方的审讯, 杨家祥一开始表现得消极对抗, 可是经过几个小时的心理攻势之后, 她终于说出了隐藏在心底深处的秘密。 林玲对于这个家庭的态度, 杨家祥并不是不在意, 只是为了维护家庭的关系, 所以一直选择忍气吞声, 可事情并没有因为她的沉默而出现转机。 林玲依然对家中的事情不管不顾, 沉迷打牌,夜不归宿。 从2018年开始, 二人的关系迅速恶化, 林玲甚至提出了离婚。 林家祥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林玲身上, 刚然不肯离婚。 她做出了各种努力, 想要挽回这段感情, 却收效甚微。 2019年10月24日上午9点, 杨家祥本来准备按计划带林玲去神农嫁旅游, 可林玲似乎并没有这个打算, 并以要出去工作为由, 又跑出去打牌。 林家祥一直在家里等待着妻子归来, 脑中不断地浮想连天, 直到林玲在第二天凌晨回到家中之后, 愤怒之情终于爆发了。 林玲回家后, 见林家祥正在沙发上等她, 心头顿时升起一股无名之火, 她像个泼妇一样大吵大闹。 耐着性子苦苦等待了她一整天的杨家祥, 见妻子竟是这种态度, 脑海里顿时只剩下了愤怒和伤心。 绝望的想法猛然涌上心头, 这段婚姻捡不成功, 那么便成人吧。 林玲就这样, 命丧在她的手中。 夫妻二人匮乏的沟通, 造成了林家祥和林玲的感情破灭。 杨家祥在不断积累的负面情绪驱使下, 终于走上了歧途, 也导致了最终的悲剧发生。 人们只有正视自己内心的欲望和邪恶, 才配享有在阳光下呼吸的自由。 2019年11月8日, 警方在林家祥的指认下找到了林玲的尸体, 而杨家祥也将为此受到法律的严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家祥和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家祥和声音乐。